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影片就想講一下木場物語的重聚礦石陣中 如何快速賺錢 其實這些方法在網上都有很多 我就分享一下 首先你要在賽馬上贏了一大筆錢 首先贏了一大堆代幣 接著就換一個叫做洋裝的東西 現在洋裝出現的方式就是你要先買一個叫做力之果實 以及另一個真實之玉才會出現的一個獎品 你用這個賽馬券去換這個洋裝回來 換了之後它會沒辦法出貨 但不要緊 因為新一集它可以在商人賣東西 買一件就11800 就是11800 基本上我現在有19000元 我原本就有大約20萬 我應該是有20萬的 我將我20萬全入賽馬的比賽中 中了 中了之後就可以全部換掉這個洋裝 我身上其實有差不多100件 是100件洋裝 那怎樣才可以觸發呢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發現這個商人沒有辦法去買東西 因為它有一個好感度高 那好感度怎樣看呢 這個方案只要去到4個陰符 即是有好度去到4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賣東西的選項 那你就可以把你手上的東西拿去賣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慢慢放在手上 比如這樣 如果按錯了就出來了 要逐件逐件按 按了100下 OK 雖然就有點麻煩 但是這個不失為一個發達的方法 因為 因為其實如果單靠種植物 種那些農作物的話 其實都有點難 一開頭 可能後期的話就越來越多 除了你的資金越來越多 你種的作物也會越來越大 這個作為一開始賺發達的方法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不過最不好的地方 當然就是要用SL大法 即是這個Safe Load大法 因為有時候你玩賽馬的話 你賭的馬輸了 就會一無所有 所以都比較 比較 比較用我一些的秘技 用我一些的方法 但是始終這個GBA的抗石陣 原本舊版 它也是有得SL的 OK 只不過是 現在的SL就更加誇張 因為它可以隨機 隨機Save 而舊版GBA的 據我的了解 是 好像是在床邊Save 對 床邊Save 沒錯 其實這個方法很早之前可以用 可能在第一季 即是在春季的18號 因為它是賽馬日 賽馬日 你先賺了一大筆錢 接著就是SL大法 贏了一大筆錢 再來買一些洋裝 其實都已經非常好賺 不用等到我現在秋天的時候才發達 不過過了秋天的時候 再玩這個賽馬 其實你的資金會多 因為經過夏天 夏天最賺錢的作物 農作物就是菠蘿 那只要你本身 夏天一開始的時候 有錢買多點的菠蘿種子 其實是穩賺的 穩賺的 過了夏天之後 其實我有20萬在身 有20萬 然後剛才春天18 春18的賽馬會 我就把它全都進去 現在基本上已經回滿了 我預計我買了這些洋裝 大概是有 110萬左右 110萬 還有我上網看 它這個貨安會隨著它的友好度 而提升 提升它收購的價格 譬如現在收12000多 有機會它升到 那個友好度越來越高 放的時候 賣給它的東西 會越來越高價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沒有試到 我也是剛剛才 那個好感度 升到第四格 它才會出現這個買東西的選項 所以 現在已經 我不需要去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這個錢的金馬 基本上 就沒什麼可能 會說有什麼買不到 什麼大屋 什麼木 全部都可以買到 基本上 好 已經把所有的洋裝賣出來了 我身上現在是有140萬 都非常之多 我就用了20萬 用了20萬去買了所有的 買了一隻馬 然後還有7倍 4400個幣 4400個幣 之後中了7倍的馬 那就回到大約3萬左右 3萬左右 就換成這個洋裝 還有力之果實 還有一塊真實之肉 之後就換成洋裝 得出來的價格 差不多 多了 多少 多少 多了120萬 多了120萬 所以其實都非常之多 非常之多 基本上已經是發了大約 已經是發了大約 因為這個價格 除了別墅買不到之外 應該所有都買到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裝修木屋的家 看看它有什麼可以做到 好了 來抗建東西 基本上 已經買到 除了別墅 別墅其實我相信 用這個方法 春天一定可以買到別墅 春天一定可以買到別墅 這些基本上 我們不需要買 什麼奇形怪狀 這些其實挺有趣 牆壁 這些 那我們就直接 整個浴室 動物屋 這次都要整 然後 冰箱 地毯 大床 這些全部都可以買完 基本上 瞬間就已經變成有錢人 因為就非常之方便 這個 這個 賣東西給商人 這個設計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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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那我們弄浴室 其實浴室也有用 30分鐘時間 回復體和消除疲勞 要 300塊 OK 已經基本上 不需要看價錢了 OK 直接做了 來我家製的 這個木工先生 現在變成有錢人了 這些木頭 我已經不需要再打了 大家知不知道 我從秋天 18號之前 我也是不斷地 每天 不停地掘 這個木頭 每天都這樣掘 嘩 我的家 會不會太大 我現在覺得 大了 這個電視也挺漂亮 這個電視好像漂亮 接著就有些廚櫃 有些雪櫃 非常之好 我們可以去買 這裡有什麼買 大床的商品介紹 OK 一生都在一起的人 只能買大床 要是不買對方 不會上去你的家 OK 這個人 很會開玩笑 即是說我窮到買不起蟲 對吧 不好意思 經過了這個賽馬 我已經發達了 已經變成有錢的農夫 OK 這些是小島移情大島 完全是 這個概念很正確 力之果實 力量之樹果實 為什麼這裡可以買這麼厲害 立即買了它 180 吃吧 加195 嘩 厲害 等一下 木草永生花 對感情很好 的同性可能都有用 厲害 平底鍋 要買 遲早都要買 然後 我習慣 我習慣把所有的料理都 買一套 然後放在家裡 但是現在就不買了 好 OK 還有什麼要買 進醫院看看有沒有藥 買藥玩一下也好 要買藥嗎 超強體力藥 超強消除疲勞藥 買幾支試一下 這些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絕對不會買 但現在我有錢的話 就可以買來試試 身體檢查需要10元 檢查看看 有什麼檢查 看來完全沒有 都沒有累積這個皮 非常健康 這樣就被騙了10元 但是無所謂 我們這些有錢人的心態 就是想聽好東西 嗯 OK 身體很好 龍精虎晚老虎 才10隻 絕對沒有問題 最主要聽好東西 有錢就是這樣 有錢就是任性 也是想聽人讚美的說話 好 這些是心態轉換 各位 經過了秋季之後 個個都發彈 好 以前在這個酒吧這裡 這個不是叫酒吧還是旅館 在這裡可以打電話 然後送貨 送貨上門去到家 現在我就不知道怎樣做了 暫時未知 想不到我玩了第一年 已經100萬了 好 順便臨影片完 之前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收入 收入可以看的 在這裡按書本 然後按 出貨數 收支一攬 OK 我們看一下玫瑰 玫瑰 春天基本上收入只有三萬多 支出一萬多 總收入其實是二萬一 然後夏天開始收入就已經達到二十萬 支出七萬多 而秋季 你看到已經多了一個零在後面 多了一個零後面 不知道冬天可不可以做到 但是 其實是有點難的 因為不靠釣 不靠著賽馬的話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我相信 好 那今次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有一些木場物語的技巧 給大家聽一些有趣的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未來的話 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